歡迎收看Tageloo 我是凱文 今天我們來開箱介紹聯力的小型的直律式電腦機和PCB358 Let's go 好的 現在我們要來打開這個箱子啦 我先用拿這個小刀 首先我們看到裡面當然是有這個貨品珠啦 裡面的聯力好像每次都使用這個會掉雀雀的保利用材質 但是其實我不是很喜歡 因為這樣子我們家通常就會弄一張額 好了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這個PCB358啦 它有黑色跟銀色可以選擇 我們今天看到的拿到的是黑色的版本啦 好了 我們看到這個聯力通常我們知道之前見到過非常多的電腦機殼 它都使用的是金屬的拉法絲紋的一個設計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V358它也是使用鋁合金材質的拉法絲紋的外觀設計喔 然後我們看到正面我們看到它上方它支援也可以加裝一個就是薄型的光碟機 可以裝到上面 以及我們看到這個中間就是這個開電油開罐的設計啦 它我下方有這個非常多的散熱孔 所以在這個散熱的方面它做了這個設計 好 已經看到我們的側邊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它上方的散熱孔的設計 其實我們可以看進去就可以看到它這個水冷排的風扇 直接可以看到 所以它這款電腦機可能它支援的是液體式的水冷排的CPU散熱器 它都可以支援的 它是個24公分的一個大小 好 直接我們看到後方 後方的它最多可以安裝4條這個PCIe的這個界面卡 以及在這個主機板方面它支援這個Micro ATX或者是Mini ITX的主機板 它都可以試用的囉 下方就是這個電源供應器的這個安裝的地方 以及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有12公分的這個散熱風扇在下方啦 好 另外一邊我們可以看到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CPU這個水冷排散熱 它裡面有個安裝架在裡面 所以可以方便的做個安裝 另外這個主機板的IO的地方我們看到有兩個USB3.0 還有這個多媒體的插口在這邊囉 好 緊接著現在我們要來打開這個幾殼囉 蓋蓋的方式也是它是一個無螺絲的設計 所以它是利用卡索的就可以很方便的來這個開啟它旁邊的側蓋了 好 等一下 我們先放一下這個 好了 那這個裡面應該有一個配件包的 對 裡面有附贈 當然每個機殼裡面當然都有這個配件包啦 是的 它掉下來了 就在這邊 這邊 裡面附贈一個配件包來方便大家來做個安裝使用 PCB358後面有三個螺絲把它轉開 在這裡點 轉開了之後它的開蓋的方式非常的特別啦 利用上方 我們利用上面轉開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前方這邊有一個轉成軸 所以利用這個成軸可以這樣子 顯像開禮盒式的把它打開你的電腦機殼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邊還有另外有兩個12公分的風扇在這邊 前方有這個24公分的CPU散熱水冷排在這個前方的地方 一樣是利用上這邊有這個螺絲 轉開 動一下喔 一樣這邊這個CPU散熱器的水冷排的安裝架也可以把它拿起來 在這裡 好 我們看到這個PCB358的上方 就是它可以安裝這個Mini ITX或者是Micro的ATX主機板 大小的這個主機板放在上方 然後還有上方支援兩個2.5吋的硬碟的安裝可以裝在這裡 或是裝在這裡 以及下方是這個電源供應器 還有這個3.5吋硬碟的這個安裝的地方 它裡面總共有兩個這個硬碟的安裝架 所以最多可以裝6個這個3.5吋的硬碟在下方喔 好 現在我們就把全部的電腦零組件 都裝在這個聯力的PCB358的電腦機殼裡面囉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就是這個CPU散熱的水冷排 這是一個24公分的一個水冷排 然後我們今天使用的是一個多核1的這個CPU散熱器 水冷散熱器 好了 我們看到這個裝在裡面的各領組件 我們看到這個PCB358裡面的這個空間的配置 我們使用的是一個Micro的Micro ATX大小的主機板 然後我們看到我們插上了這個4條的系統記憶體 以及我們看到我們後方也有裝了一個將近30公分的一個顯示卡 可是如果你想要再多加裝一個一條顯示卡 其實也是可以的 這加裝也在增強你的這個顯示的效果囉 以及我們看到這個CPU的水冷排的散熱器 也就是在這個上面整個的空間的運用 好了 我們看到的下方就是我們的這個電源供應器 還有這個硬碟的儲存設備安裝的地方 然後今天我們使用的是一個1200W的一個高瓦數的電源供應器 以及這個後方我們裝了總共有5個這個硬碟 以及我們看到上方其實我們在這個主機板的旁邊 也裝多加了一個2.5吋的SSD的設備在這個後面 然後下方全部都是3.5吋的設備 所以在整體的這個它的運用 整體的空間運用方面其實都是蠻好的 其實這個電腦機殼它不算是很大的電腦機殼 可是它可以加裝了很多的擴充性的這個設備來增強 來滿足甚至於這個玩家級的電腦的這個玩家級的來使用喔 這非常適合的啦 好 今天以上介紹了 我們明天有這個MSI維新最新的AMD系列顯示卡 R9280X的開箱介紹 請大家不要錯過囉 以及請大家在影片下方多多留言 還有在影片下方連結到我們的Facebook Google Plus 還有TeX網站 記得已經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是凱瑋 我們下次見了 掰掰